去年2月24号乌俄战争爆发 东北部哈尔科夫城镇莫纳齐尼夫卡 首当其冲成为俄军攻击的目标 虽然去年秋天乌克兰成功夺回莫纳齐尼夫卡 但这里早已被俄军炸得漫目疮痍 少女的话说出了乌克兰民众无法割舍家园的心情 他们说除非情况变得更严重 家人才会考虑离开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 从南边的赫尔松 东部顿涅茨克 一直到东北部哈尔科夫 总长一千三百公里 都成为俄军轰炸的目标 民众虽然生活在枪林弹雨中 可是他们仍然坚守家园 甚至有民众自动自发组织成民防队 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 从事美法业的沙姆舒尔 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本身是法系设计师的沙姆舒尔 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无人机猎人 只要首都机府响起空袭警报 沙姆舒尔跟其他两名伙伴 就会立刻出动 用修复过的二战机枪 试图击落俄国发射的一老无人机 而他的伙伴一人是律师 另一人则是商人 尽管大家职业不同 但保家为国的目标已至 华日新闻综合报道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体谈动态 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